很多导演就是学了 就是你本科就是导演系是吧 有些是考研究生这种的嘛 就你去学导演系之后 就一出来就马上要当导演 就是我觉得你们一出来的时候 应该为什么不先想办法入行呢 可能也有你们的困难 可能有你困难 香港以前的副导演 升导演跟大的厂是一样 没有十年你想都不用想 现在在香港副导演升上去 也没有入行两三年 就是给你当导演的 但你说他们有优势吗 他们的优点在什么呢 这些资深的副导演 其实你给他一个完整的剧本 飞车 爆破 所有的东西都基本上完成度很高 但是近这一两年 这些副导演升上去的 我看到他们在创作上有弱点 剧本上非常大的弱点 就是如果入了行之后呢 我自己建议 有些是 你想当导演的 其实你可以先进制片组 你做两部戏 你就知道整个制作的问题了 你想当制片人的 你反而应该进一进导演组 你把那些都熟了之后 将来你做制片人 那个导演组就骗不了你了 do that do that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